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放军少将罗元在一次节目上介绍说 虽然解放军在军事装备的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距离 但是这种距离也正在逐年减小 我们在某些方面并不一定要向美军学习 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发挥自己的优势 以己之长及敌之短 对手怕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 这样我们才能发展出一支现代化的世界一流军队 解放军集结都说好 目是海军发展历程中最神奇的存在 在海军装备中是当之无愧的海上巨无霸 美军目前拥有11艘航母 论数量和质量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与之抗衡 而中国目前仅有一艘辽宁舰在服役 还有一艘正在海市 那么为了追上美军我们也一定要建造更多的航母吗 答案肯定不是 一方面航母的建造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想建造一艘性能先进的大型航母 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没有一定的技术积累 根本不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 还不足以养活十几艘航母同时服役 如果单纯得搞军备竞赛 这样很可能会被拖垮 像苏人解体就是很好的例子 美军航母编队居然大规模建造航母不可能实现 我们就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 对手怕什么 我们就发展什么 因此我们发展出了中国独有的反航母戾气 东风21B和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 两者都可以对海上大型移动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尤其是东风26导弹射程达到了5000公里 可覆盖整个第二岛列 因此在没有大量航母的前提下 发展反舰弹道导弹 也是让别国航母不敢轻举妄动 另外由于美俄中岛朝约的限制 中国装备了大量世界最先进的中程弹道导弹 这也让中国手里多了几张王牌 东风21B导弹 除了反航母力气和中程弹道导弹 在海军方面中国近几年也下水 装备了大批新式战舰 像国产哈姆、055大区、052B、054A等 空军方面我们也装备了大量的尖巨 尖11、尖16等三代机 四代机尖20也进入了空军服役 因此在先进武器装备方面 我们也正在追赶于美军的代仓 可以看出解放军在最近几年确实实现了飞跃式发展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随着中国军改的深入 将冗长的指挥系统改为战区主战 大大减少了指挥层次 形成了扁平化的指挥体制 将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变为联合作战 大大增长了体系对抗的能力 这些都是在为打赢未来战争做准备 因此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就要做到精确的指挥 精确的改制 精确的打击和精确的保障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其中指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也就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因此解放军未来必将会无敌于天下 解放军 解放军